看来当初何飞的力牌被爆头真不能怪观众 就连朱一龙本人都差点剧眼消失了他 撒谎 骗婚 赌博 杀人 何飞这小子是真的无恶不作 要知道 在此前朱一龙饰演的 要么是温润如玉的公子哥 要么是政治勇敢的兵哥哥 就算演市井里的小混混也都是心地善良的 因此当陈思成拿着消失了他剧本找到朱一龙时 朱一龙看完何飞的人设后 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但是陈思成却不死心 让朱一龙仔细考虑一下 然后朱一龙认真地看过剧本之后 就发现了何飞这个角色身上最吸引人的地方 很多剧都有过多的篇幅去描述坏人是怎么变坏的 他们有什么苦难怎么迫不得已 导致观众跟犯罪者共情 但是消失的他里面就没有过度刻画何飞的苦衷 他就是想走捷径再一步错步不错 这样的角色对朱一龙来说特别有意思 无得能够挑战自己 朱一龙最后还是接下了这个渣男的角色 或许是很多人都对朱一龙有好人力敬 反而阴差阳错的加重了电影的反转和悬疑感 难怪现在古装剧里的鹅饰越来越没有存在感 原来是那些小微脸窄额头撑不起来了 以前的美人戴鹅饰是锦上添花 就得是这样的面若银盘的大气长相 以及饱满的鹅头才撑得起来精美的鹅饰 他们戴上之后既不过于繁琐 也不会显得太过寡淡 娇艳欲低的美人和精巧的鹅饰相得一张 然而现在的女演员戴鹅饰 却更像是锈木雕花 一张精瘦的小脸没有丝毫的骨韵 头上胡乱堆砌的装饰直接宣宾夺主 把整个人衬托成了行走的头饰展示架 再加上现代感满满的妆容 难怪有那么多经典的鹅饰造型注意在前 也能抄得死不相了 要知道以前古装剧里面的美人标配就是鹅饰 据问小兽 谁没有拿着妈妈的项链模仿过 其实以前很多古装剧受制于经费 衣服布料或者头饰也会有一些塑料感 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下 发型或者服装配饰也不会敷衍 全都尽力做到了能力范围内的最好 而现在动不动就好几亿的投资 去连一个审美在线的设计师都不会请 原来不是所有的翻拍剧都会毁经典 这绝对是颜值争议最小的翻拍了 原先2002年的电影版《河东诗后》 是由平清无奇的古天乐和张伯之事业 老婆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打我 我干嘛要打你啊 你又没做错事 虽然这时候的古天乐已经开始沉迷美黑不可自拔 但穿上古装之后照样帅气十足 张伯之的颜值就更不用说了 不管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都美得毫无疑问 而内地2005年翻拍的电视剧版则是找来了焦安俊和陈豪 一个是被央视认证的古装美男 一个是风情万种的万人迷 他们两个拍的电视剧 不仅没有被电影版压住风头 甚至比原版更火更广为流传 还打破陈豪粉红女郎的熟视率 就连主题曲《老鼠爱大米》当年都火遍了全国的大街小巷 而这两个版本不仅颜值不分高下 在剧情上也没有胡编乱改 剧情虽然中二但笑点满满 这才是真正成功的翻拍吧